真言第三十章 在这一章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问题是 你对钱财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想说越多越好咯 其实想到所罗门王 他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大大受到神的祝福 可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那在真言里面 他对钱财的目标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来看第一节 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 这人对仪帖和乌甲说 所以在第三十章所记载的 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 他对仪帖和乌甲说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所罗门王他自己说的 第二节 我比众人更纯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在一开始呢 他就说自己比大家都笨 没什么聪明 也没有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一口气呢 就说了自己四件事情 好像他真的是不怎么样 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到 其实他是非常的谦卑的 在神的面前 他知道自己的地步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呢 这就是智慧 看自己 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 这不是自卑 也不是自我贬义 而是看自己合乎忠道 这是一个谦卑的心态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谦卑 所以其实他是很有智慧的 我们看第四节 他讲到说 谁升天又降下来 哇 那这个不就是耶稣吗 他在三千年前 就已经想到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可见得 他是得到启示的 他是有属天的智慧 谁飓风在掌握中 包水在衣服里 立定地的四集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哇 连神的儿子 他都会去问叫什么名字 所以这都是很有智慧的问题 第五节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尽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哇 我们绝对不要被神责备为 说谎言的 我们就要说真理 我们说的话不多 也不少 不要加添神的话语 也不要减少神的话语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呢 不至于被他说是说谎的 第七节 我求你两件事 他求至胜者两件事情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求两件事情 是非常有智慧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让虚假跟谎言远离他 第二件事情呢 不穷也不会太富足 为什么这样求呢 它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第九节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太有钱了 就倚靠钱财了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就不会去倚靠神了 也不认神为主了 然后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 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太穷了也不行 那这样子呢 会这个亏缺神的荣耀 亵渎神的名 所以他这个地方 两个祈求 就是虚假跟谎言远离他 第二个祈求呢 是不贫穷也不富足 所以这个就回答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 我们对财富应该是什么样的目标呢 在这里方或许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真言所说的 不贫穷也不富足 够吃够用 那不会去太骄傲 也不会不认神了 那其实呢 我们也希望 神能够给我们足够的财富 让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换句话讲 你不一定要把这些钱 留很多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财富的一个畅通的管道 从神领受了 你就慷慨的给出去 帮助有需要的人 你越给神就越给你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 并且让受贿的人呢 都将感谢献上为祭给神 愿主帮助我们 做金钱的好管家 不是都留在自己的身边 第十节 马皇有两个女儿常说 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也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 马皇呢 他就是水智或者是吸血虫 他说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呀给呀 因为他就贪得无厌 一直要吸血 吸血 吸到够为止 那事实上可能他觉得还不够 那另外呢 有三样不知足的 再加上不说够的 总共有四样 阴间 所以阴间呢 总是有更多的死人会进去 所以不断的 不断的家人进去 那食胎呢 就是不孕的子宫 所以怎么样 他都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 然后进水不足的地 还有火 我们火呢 就是他什么都能够烧 所以呢 就这四样 第十七节 细笑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闭为 鼓中的乌鸦 啄出来 唯因处所吃 哇 这个是我在小时候的 时候呢 我的这个祖母啦 好像妈妈 他们也曾经这样警告过我 要这个 听从父母亲的 十八节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所以这很奥秘的事情 有四样 第一个呢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所以有四个道 第一个就是老鹰在空中 他怎么样顺着气流 然后盘缓而上 那蛇在磐石上 怎么样去爬 好像他就是 这个到底是哪里着地 他是怎么样去运行的 其实也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很有趣的 那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女交合之道 最后呢 二十节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 他吃了把嘴一插 就说我没有行恶 接下来二十一节 是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 这四样东西呢 会带来很大的震动 第一个仆人做王 第二个鱼丸人吃饱 第三个仇恶的女子出嫁 第四个悲女皆续竹母 第一个呢 其实可能是重点 仆人做王 就是我们看到 在历史上 如果有这个臣仆串位 总是给这个国家 带来很大的震动 二十四节 地上有四样小物 确胜聪明 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第一个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所以蚂蚁会预备 第二个 沙帆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访 沙帆呢 我们现在称它为欢 它在磐石中给造访 第二七节 蝗蟲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哇 这个极异之蝗蟲 就这样子 非常整齐化异的 就横扫 这个横扫而过 没有君王 但是呢 它却是层层能够管理的 第二八节 手工用爪抓强 却住在王宫 二九节 步行威武的 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 来摆寿中 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 无人能敌的君呢 它就是走起来 都是有风的 是十分的威武 三十八 三十二节 你若行事于晚安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 污口 所以讲话以前 先垫垫自己的心 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骄傲 或者是有什么邪恶 当你察觉到的时候 你就赶快禁止 你的口舌了 免得里面的恶 满了出来 就造成了灾害 三十三节 摇牛奶的 必成奶油 扭鼻子的 必出血 照样激动 怒气 必起争端 所以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我们要小心 不要去激动怒气 不要激动人的怒气 就可以躲避灾祸 求主给我们智慧 Amen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